大家做分享就是我们的江先生 那本身是一个牧师 那我们今年年初的时候开始记录 那江先生是去年的时候 在8月的时候不慎的上下降地的时候跌倒 那发现了弩内出血 以及颅骨骨折状况 那一路有到我们的奇美 这边从我们的家库病房开始做就医 就做住院的一个治疗 那后来等病情稳定之后 有转入我们的普通病房 那持续又在我们住院病人这边 做我们的住院的一个 复健的一个治疗这样子 由我们的治疗师同时 帮他做一个复健的治疗 以及运动的训练 那后来等病情稳定之后 出院返家 那因为个案返家的话 他行动上比较不方便 会比较独立要转位 做起来的时候比较困难 那他同时有申请 透过我们的转嫌 有申请了居家复健的一个服务 那也是像我们称为居家复能的一个服务这样子 那之后我们就透过我们的治疗师 刚好委托我们奇美的治疗师 就是衔接这个赋能的一个服务 到家中去做一个赋能的协助 去做一些转位指导 以及激烈的训练这样子 那教导说在家中 透过一些简易的一些活动 以及运动的设计 那提升江先生的一个身体功能 那后续因为江先生 他的目标就是可以 顺利的搭乘自家车 然后离开家里 去重为他的教会 继续他的一个分享 以及带领大家一些教友的一些活动 那甚至他想要到我们的门诊 这边做积极的一个 复健的治疗 那都希望可以达成自家车 由太太就可以开车 在他出门这样子 那也顺利的在我们四五月的时候 衔接上我们的一个 奇美复健部的一个门诊 门诊的一个治疗这样子 那江先生自己表示也是非常开心 那到目前的话 他已经可以使用着我们的住行器 可以进行短距离 甚至中长距离的行走 是没有问题的 要讲一下居家负能的一些 居家负能大概会有 负能 做一些是什么事 对对对 好 谢谢 可以 好那居家负能的话 因为我们会受限于一些硬体设备 因为我们是治疗师 前往个案的家中去做一个指导 以及我们的专业的一个服务这样子 所以我们比较跟医院 我们传统认知的负现比较不一样 我们的硬体设备比较受限 那我们尽量就是从家中可以取得的一些物品 以及设施 那去设计一些可以增加他的肌力 以及身体功能的训练活动 那让照顾者一并了解 那我们不在的时候可以让照顾者指导 个案就可以重复的去执行 例如是什么东西 例如像是我们牧师他有体会到比较有趣 就是像我们的治疗师同事 就是有让个案江先生 他在坐姿练习坐姿平衡的时候 那刚好他手可以手持一根抹布 那练习仿插桌子的动作 去进行我们躯干的前身 以及坐姿挺回来的一个动作 去做这样的一个负能的练习 全阶部间部间断 居家负能相陪伴 赞 赞 很好 好 可以吗 可以 没关系继续 好 顺道讲解他这个动作是在帮助他吗 可以帮我做一个小演技 好 那像一开始我们在坐姿 牧师刚才的时候 这个动作就是训练他躯干有硬 那在坐姿下可以维持平衡这样子 所以会让他身体可以坐到往前伸 他可以不会往前趴出去 然後甚至它有居然動作可以控制到讓它保持直立回來這樣子 它可以幫助它之後長位上從我們的照護床到輪椅上 或是它維持坐著的時候手部要離開要去做一些日常功能 拿東西的時候它可以比較穩定不會發生跌倒的一個風險這樣子 那是居家然後你給我講一下居家的一些東西 可以可以可以那其實像我們水就是很容易取得一個輕微可以負重 那大概是像是600公克的一個重量這樣子 可以取得一個負重的工具 那像針對牧師佳安生的個案來說的話 它就是可以在維持坐姿的時候 讓它手同時可以留離開不用手去支撐著 那同時可以維持續看穩定的狀況下可以去訓練上肢的一個肌力這樣 那會請他一般我們就會請牧師他可以執行一回的話就可以10次 那一天的話可以重複3到4回合這樣子 那除了在居家我們會用這個還有建議牧師 還有選共的去購買含利貸 那就剛剛牧師有提到的綁藝勒斯拉這樣子 可以去訓練他激勵的一個部分 謝謝平安 我非常感謝祈禮便宜對我醫療和互利的照顧 我對醫護負責 經過130天的軍備 我整個部分都不買吩飲 後來我會拼折起來 在八百元旁一直到佛百元旁 到我回家齊承營 都在校園 建修,才會呈現,對我的照顧,對我的疼痛 所以我對整個社會都不可以領導 在去年聖誕節的同工我都做了 一直到現在 我做了十分鐘到現在可以坐四點鐘 跟人說話,跟人說話 這個人關心我,我非常感謝 我特別感謝我兩個老師 一個就是靈靈,一個是阿虎 那兩個老師來到家 來我的家,一個禮拜兩次 這次一間鐘 教我做一些復健,復能的治療 剛才有靈靈說,很特別就是 我一家都不在家裡 我是牧師,我是主管 所以我開始在附近 我就拿一座桌布做一些肢體運作 對這樣,對我的手會一定會 成功的動作 我腳趾開始可以走 特別這兩個老師很好 把我拔腳,拔在桌上 我家所有的家庫都變成附近工具 所以我自己訓練 所以我可以 現在不能做 我可以自己站起來 我可以自己走路 去我家的便所 去我家的吃飯店 小孩子要飲料回來 我可以自己去拿來喝 都感謝這個老師 我現在在吉利典園 一樓的學建設 也有一個阿蓮這個 這個老師 他每天都來看 他是不是又看到 你進步到神速 當然神速 他總有一天想來很高興 他總說 不想這樣來跳舞 你跟他跳舞 我是我的中午 我太太的媽媽教我跳舞 所以他就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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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恰恰 我就跳一段時間 我就跟他跳一段時間 好 OK 謝謝 我覺得像家人一樣親切 所以讓我們在附近的過程 也充滿了信心 跟動力 對 也有覺得真的是有備愛的感覺 因為我們真的是蠻孤單的 因為你知道照顧病人的家屬 其實有的時候也是很無奈很無助 有時候也很孤單 可是有這些 居家中的老師的支持 所以讓我們覺得 我們附近的過程 會有陪伴的力量 所以真的很感謝 這段時間 兩位老師在居家賦能 給我們很大的幫助 謝謝 好那現在一堂請牧師談一談 從住院的附近 帶到居家賦能這邊 有沒有比較讓你印象深刻的一些 附近或賦能的治療 好 讓我最高興的 就是 祝願 這個 復健的 復健室 它算是 我們的那個 治療室的一個部分 一個獨立的單位 第一個 第一個 在附近是幫助我的 是 那個 齊敏 老師 很年輕很帥 我一看到他我就 渾身舒暢 因為 因為 我躺在病床上 只有弟兄姊妹 教會的會員來看我 跟 醫院的 護理師 護理人員 醫師 大家都是一個 很嚴肅的臉孔 就覺得說 我怎麼治了老半天 治了快半年了 還沒好 直到我聖誕節那天 坐起來之後 一個禮拜 醫院就安排我 開始到 醫院的 復健 治療室 開始這個工作 第一位 幫助我的 就是 齊敏 這個老師 非常謝謝他 第二位 就是那個 輝宇 輝宇老師 這個老師 很興趣 你見面就是 下西西的 他 他恰好知道 我是牧師 他每次來就是 牧師好 我今天 看起來更好了 感謝上帝 他也會感謝上帝 所以我真的很 感謝 齊敏醫院 這個醫院 我在這邊 接受治療 接受 復健 在那邊 最寶貴的就是 這個 復健室 有所有的設備 我知道 還有一個更完整的 復健 叫 復健室 在一樓 在一樓 我 出院了 我現在就 有部分時間到一樓去 這個也要掛號 也要 也要 安排時間 好 這個是我在 齊美 的 復健室 所得到的 那個治療 因為這些儀器 都很精細 有一些那個 手腕 的動能 還有一些視力 就是身體肌能 抬腳 手腕 有一支 有一支棒子 要舉高舉低 對 我後來就去弄了一支棒球棒 來練 感覺比較平衡 而且都很好 感謝 那就是在 西美醫院 要出院之前 的一個月 所做的訓練 後來就是 我回到家 這個有一個 要坐上輪椅 坐上車 回家 那是很艱難痛苦的一段 但是回到家之後 我不方便 我只能夠請 那個 政府辦的 那個 汽車 那個 無障礙 汽車車 或者是 不康巴士 這個都要預定的 要預約的 早上八點就要打電話 通常 一通電話打十分鐘 還不一定接得到 但是 我都有 幾乎有 OK 接著很順 他們會派車來 我們會 上車 然後 去 再去做 復健 當成醫療 然後再回來 這是我在聚集的部分 但是另外一個更重要的 就是一個禮拜 有派一個老師來 第一個是阿姆老師 他很工具 很可愛 他來就很親密 報告各位 我們家不是服務件事 我們家什麼東西都沒有 只有印的椅子 沙發 還有餐桌椅 阿姆老師就用 那個 會伸縮的 彈力帶 綁在椅子上面 桌子上面 各個可以使用的部分 綁在我的腳上 要拉 要踢 要舉高 要放下 要身體向前 向後 左擺右擺 就靠這些家具 沙發 或者是桌子 看沒有擦乾淨 就拿了一塊肝布 我要做五十下 到一百下 擦桌子的動作 這樣很好玩 所以我超喜歡 附近的 服務 跟治療 第二個 今天阿姆老師的 是亮亮 就是現在在跟我談話 這個亮亮老師 非常棒 很有 很有 很資深 很深刻的 那種 學術 跟實力 的 教養 她也帶著人家 很有笑容 她也進門 她跟阿姆老師一樣很可愛 她也同樣做這些 我家裡用具 做一些棒棒 但是她多了 多了一支 那個 模型棒 她幫我們 做一些申請 還有 那個 政府機關 幫我們提供 我現在用 這個棒 這個 模型棒 她才進到我們家 還有 模型 模型狀的 拐杖 我們才申請到 我們家 差不多一個月到兩個月 我已經可以握著 站起來 還可以 繞入客廳 走個幾圈 你看 這兩個 居家服務的老師 多麼棒 兩個都很棒 謝謝他們 謝謝 極美醫院的栽培 也謝謝他們 真的是很有愛心 很願意自己 培養自己 幫助別人 真的是 有很美的美德 我們基督主在說的 有很美的德性 是上帝所喜悅 也是所有的人 所關愛 所要感謝的 謝謝他們 謝謝 好 那想請問一下牧師 就是這段期間 在還沒有辦法 順利 轉位啊 乘坐車子 出門做復健 或醫療的時候 居家婦能 對您的一個幫助 可以分享看看 還是要說謝謝 因為 剛剛雖然有 把醫院都有的照顧 說了一次謝謝 但是這個 謝謝的目的 就是為了 在比較 後面 要出院的期間 有接受 那個 復健 復能 的這個 機制 的 照顧 讓我 的身體 可以更恢復 我們是這樣啊 我們生病的人 要嘛 心裡有疾病 要嘛 身體有疾病 大部分都是 身體的疾病 如果 因為裡面的疾病 或 病毒 或病痛 影響到 你的身體 可能 影響到 腦部 你會昏迷 手部 你沒有辦法做比較正常的活動 如果腳部 你根本不能動 你就要躺在病床上 我 真的感謝上帝 我 我在住院期間 從一間院到 要出院 這個當中 從 8月到 16日進去 12月9日 出來 普通病房 1月 24日 才出院 這個當中 8月的 16日到 10月9日 總共130天 我是上到 腦 腦的神經部分 也講到 找個手 體部 更重要的是腳部 在右邊 所以右邊的 手跟腳 躺著 130天 幾乎都昏迷的狀況 是沒有辦法活動的 所以 52月9日 醒過來的時候 我心裡面 我是牧師 我要感謝上帝 但是 我想站起來 我 腳一碰到 地上 我就滑下來 就摔了一跤 所以 這也是要提醒大家 你看我 肉肉的 身體很強壯 我以前是運動員 但是 你一旦生病了 你什麼東西 都不歸你管 所以 這個是很疲憊 很疲倦的一個部分 二次我們在醫院提供 提供 有一個病床 一個可以上下身 上下身這樣的疾病用床 我幾乎 130天都躺在外面 我點頭怎麼回首 跟來看我的人 看我的親人 朋友 還有教會的信徒 貴友 打到我 我很想 坐起來 根本坐不起來 要腳伸下來 那更不可能 一伸下來就摔倒 很對不起 我在奇眉院 我因為這樣摔倒了兩次 所以 這個是很重要的一個 負能 的醫治 真的很寶貴 謝謝這些老師們 真的 好 那想請牧師談一談 就是說 現在居家負能 跟 一般如果你選擇 做婦康巴士 到醫療院所去做復健 你覺得兩者有什麼差異 或者是我們居家負能 有什麼對你比較有幫助的地方 如果需要去 那個 做到 到另外的醫院 做醫治 這個對我 來講 對我個人來講 這不是好處 因為我 都不能動 我一直到出院之前 聖誕節 11月25號當天 在我的 信仰經驗裡面 我可以坐起來 所以我出院 我是可以做著 輪椅出來 我那個時候力量都沒有 我家有五個五口 我是五口之家 我跟太太跟三個孩子 三個孩子都大概 二十七八歲 三十歲 四個人 還不會一個人 做上輪椅 根本做不上去 秦美醫院 我們都知道 外面 那個人來人往 車子又多 根本沒有辦法做 這麼容易做上去 所以後來 感謝秦美醫院 這個居家服務 做到很完美 也感謝政府 政府有這些提供 他看我幾乎四肢 不能那麼方便 我還是要在家裡 但是我不用躺著 像老師來 我就可以坐起來 跟他膠盤 跟他做腳腹肌肉 手腹肌肉 身體肌肉 的附近工作跟訓練 有個簡單的課表 這樣子 我出院大概到現在三個月了 我恢復很多 那個腳來講 有一個叫肌耐力的 我們用一百八來講 我光捆蜜 就擋了一百三十天 我到出院的時候 據說一百八只剩下四十五趴 試掉了六十五趴 六十五趴 六十八是怎麼恢復 但是感謝上師弟也 感謝各位的關心 更感謝這些老師 他們三個月幫我修復回來 應該就回來 超過五十趴應該有了 五十幾趴 將近六十趴 那些流失的 就在他們每個禮拜來一次 一個小時 到我的居家來 老師搞不好等一下可以掃描一下 這裡是我家的客廳 他就來幫我做一個服務 一個小時 他也很辛苦 我一點都不辛苦 我想要好啊 我就拼命讓自己 撐著要好起來 這樣子 這個也給各位病友 做一個參考 我們生病了 你不能再靠自己 你要靠醫生 要靠醫院 靠你的宗教信仰 像我就要靠我的上帝 所以我為什麼會 十二月二十五號可以坐起來 那是因為我的禱告 上帝在聖誕節 耶穌戰生的生日 為我做了一個神奇奇事 這是一個信仰簡簡單單的分享 所以很感謝這些老師們 他們很專業 他也很熱心 最重要的是我們基督教看人 很重要的一件事 有一句聖經的話說 現經常存的 有信仰 有判過 有真愛 這些老師們 不但有這些東西 更重要的是 那個真愛 他們真的愛我們這些病人 他們雖然被奉派 到各家各部去服務 但他們帶著一個愛我的心 我每次看到他們來 我都很感動 他們沒有離開我都捨不得 我希望這個工作 或者說這個對我們病友的服務 政府應該繼續提供 支持下去 感謝神 感謝政府 感謝這些老師們 這是我附近的一個過程 其他就是這些職體 我們有投票 我們就會按表操課 你就會得到 平常你要自己居家訓練 才能夠把這些頂補起來 我再次說的感謝 奇怪我們做牧師 其實很愛說謝謝 謝謝大家 好 那想請牧師分享一下 就是一路從一開始 在我們急診 然後加入病房 再到普通一般病房 然後再到書院 閒接我們的居家婦能 然後再回到我們的 復健科門診做治療 那包含其中還有中醫這些等等的透析的治療 那這樣一路上都是在其美的醫院的體系下接受治療 那你可以分享一下 覺得對您的幫助 以及這個完整的體系的優點 謝謝亮亮老師 也跟各位弟兄姊妹問個案 大家平安 願聖地祝福大家 我是牧師 但是牧師是為了祝福別人 但自己也會有生物上的一些遭遇 我這次因為一個病症 叫做睡眠呼吸上死症 我在我的家裡 往上爬三根樓梯 大概下午六點 該吃飯了 但是有點疲累 那就睡著了 在樓梯上睡著了 整個手都放開 腳也軟掉 然後就滑下來 撞到後面的牆壁 全身都沒有傷 感謝上帝 但是我後來檢驗 我大腦在蜘蛛網絡 的腦幹這邊 有一個凝血 這個要開刀也不是 不開刀也不是 那做了很大的決定 我是先送到新樓醫院 新樓醫院猶豫不決 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那後來我朋友 再接受到齊美醫院 對 那這樣子 我很感謝 因為我牧師的關係 剛好齊美醫院很美的安排 那個來當我的主治醫師的 是一個張建宏醫師 他說我在台南師天下教會 服務的時候 我的會有 另外一個邱夫院長 也是一個很好的基督手 他在別的教派 我們就被接納進來 所以其實一開始不是 這個什麼病房 一開始就重症病房 然後再來是呼吸道 病房也是很嚴重 再來是 那個 那個叫什麼 那個叫什麼 叫做 UCI嗎 I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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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來 到普通病房 那我從 進去到 出院 是從 去年的 8月 26號 到 12月9號 才出院 當中接受 這些 醫師 護理師 還有 復健師 還有所有的 這些在 醫院服務的 弟兄姊妹 的 照顧 跟醫治 很感謝 小明星期待 才是